今天以母亲上帝和他其余的儿女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 各位应该都记得上帝小鱼的话语 不可在圣经的话语上加添或删减 如果对照不可加添或删减的话语 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信仰之路呢? 还是错误的信仰之路呢? 今天我们一起通过圣经确认此内容 请各位翻开启示录22章 启示录22章18节中记录说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地做见证 这书指的是圣经 我向一切听见圣经中预言地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即去掉什么 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术和圣诚删去他的份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人为地加添或删减上帝的话语 以此话语为基准 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 母亲上帝和他其余的儿女 我们信奉母亲上帝 那么这个信仰是正确的呢? 还是错误的呢? 我们通过17节话语来确认一下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这里的圣灵和心腹 指的是谁呢? 从灵上来看 圣灵指的是父亲上帝 那么心腹呢? 心腹指的是母亲上帝 22章18节中记录说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必会受到灾祸 若删去什么 上帝必会删去他进入圣城的资格 也就是说 加添或删减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加添不能去天国 删减也不能去天国 可是我们查考22章17节就会发现 圣灵上帝是存在的 作为心腹的上帝也是存在的 圣灵和心腹是存在的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要相信 敬畏圣灵和心腹 不是吗?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正在邀请因罪而必将面临永远死亡的全人类 说都可以来 既然经上记录说 不可加添或删减 那么 在这句话语中 登场的圣灵和心腹 就必须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他们赐我们什么呢? 赐我们生命水 这说明 只有谁 才能把必将面临永远死亡的人类 引向永生之路呢? 只有圣灵和心腹 即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在小育我们 只有在相信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信仰中 我们才能获得永生 那么 今天 我们通过创世纪一章来查考一下 有关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内容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介入说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泉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 我们能够确认造人的上帝并非一位 不是吗 因为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上帝一直使用了我们这一词汇 我们这一词汇并非指一个人 一位 不是吗 那么 说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上帝 最终创造了谁呢 继续看一下二十七节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谁呢 造男造女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最终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那么 这说明 我们上帝的形象中 不仅有男性形象的上帝 也有女性形象的上帝 不是吗 全人类 长久以来 称男性形象的上帝 为父亲上帝 那么 女性形象的上帝 我们理当称之为 母亲上帝 使徒约翰在七十路二十二章十七节中 将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记录为 圣灵和心腹 我们作为天国子女 不仅要相信父亲上帝 同时更要坚信母亲上帝 在这一点上 我们绝不可加添或删减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父亲上帝 母亲上帝 及其子女们之间的关系 请各位翻开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记录说 再者 我们曾有生圣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这里的万灵的父 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父亲上帝 不仅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中 出现了圣灵和心腹 即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 也小遇了我们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存在 同样 希伯来书十二章 也见证了我们拥有灵魂之父的这一事实 我们再查看一下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话语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谁呢 他是我们的母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中 阐明了父亲上帝的存在 而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中 小遇了我们母亲上帝的存在 难道我们就不该相信此事实吗 不该教导此事实吗 难不成我们要否认此事实吗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中记录说 绝不可加添或删减 圣经和众先知 不仅见证了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的存在 还小遇了我们天上子女的存在 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话语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中记录说 又说你们雾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雾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谁呢 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这不是人所说的正言 而是全能的谁所说的话语呢 圣经明确地补充说明 这是全能的上帝说的 针对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也不能加添或删减 不是吗 现如今 这世上的宗教团体和自称相信上帝的人 如同海边的沙一样众多 那么在其中 究竟谁有资格进入天国呢 他们没有得到能够进入天国的 确实的应许和保障 过着盲目的信仰生活 到末日 他们对上帝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赶鬼 行许多异能吗 所以 请您允许我们进入天国 上帝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们不能站在这样的立场 不是吗 只有从上帝那里 得到确实的天国应许和保障之下 所走的路 才是恩典 正确 美丽的信仰之路 不是吗 我们不应该赔上自己的一生 去做没有保障的事 不是吗 我们通过另一个角度 再确认一下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存在 请各位翻开 加拉太书四章 看一下28节话语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 什么做儿女呢 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话语 这里的弟兄们 是指将要得救的百姓 不是吗 那么这里的 我们如同以撒一样 意味着 我们是像以撒一样 早已得到应许的儿女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中记录说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永生 换句话说 就是救恩 我们确许实实 能进入天国的保障 就蕴含在上帝的此应许中 那么 如同以撒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亚伯拉罕家庭的历史 在天上 被称为父亲的那位 只有上帝一位 然而 路加福音中记录说 我父亚伯拉罕 也就是称上帝为亚伯拉罕 那么 亚伯拉罕和以撒是什么关系呢 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那么 我们通过创世纪十五章中的内容 来学习一下 亚伯拉罕的家庭里 发生了怎样的事 创世纪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中 出现了能承受亚伯拉罕家业的三位候选人 第一候选人是以利亦 第二候选人是以什玛利 第三候选人是以撒 我们逐一查看一下 看创世纪十五章 二节话语 亚伯拉罕说 主耶和华 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 要承受我家业的 是大马是个人 以利一些 亚伯拉罕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对于第一候选人 以利一些 上帝拒绝他 承受亚伯拉罕的家业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我们通过十六章一节话语 看一下第二候选人 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来不给他生儿女 撒来有一个使女 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撒来对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 给了丈夫回妾 那时亚伯拉罕在迦南 已经住了十年 后来亚伯拉罕通过夏甲 得了一个儿子 名叫以什玛利 继续看十五节话语 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 什么呢 以什玛利 亚伯拉罕终于有了 本身所生的儿子 以什玛利顺利成章地 成为了第二后训人 然而上帝同样拒绝他 承受亚伯拉罕的假印 我们通过十七章 确认此场面 创世纪十七章 十五节中记录说 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 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就服服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上帝说 但愿以什玛利活在你面前 亚伯拉罕向上帝说 但愿以什玛利活在你面前 能否让他承受我的所有假印呢 亚伯拉罕这样问上帝 是因为他明白 上帝非常关心他的家庭 继续看十九节 上帝说 说了什么呢 上帝说不然 也就是说 以什玛利也不能成为你的后子 上帝表明了他非常明确的旨意 不然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这里出现了 在亚伯拉罕的家庭中 将要继承产业的三个后子 但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中 解释关于在信心中将要得救的儿女时 记述为 你们如同以撒 是应许的儿女 上帝 向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 赐予怎样的应许了呢 以撒 为何能成为应许的子孙呢 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 以撒凭借什么 而成为应许的子孙 上帝为什么说 以利以泄 必不成为后子呢 因为以利以泄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仆人 在旧约律法中 仆人的子孙后代 一辈子还是仆人 以利以泄的父亲和母亲 都不是自主之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 上帝最终没有认可 以利以泄 成为后子 第二后选人 以什玛利 虽然确实是从 亚伯拉罕身上出生 母亲 却是撒拉的仆人下甲 旧约时代 主人掌握着 仆人的生死权 仆人所有的权力 都在他的主人手中 以什玛利的父亲 虽然是自主的亚伯拉罕 母亲却是仆人 上帝最终也没有允许他 成为后子 最后一位候选人 以撒 他的父亲是自主的 母亲也是自主的 换句话说 上帝指明 以撒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完全自主之人 并说 我要与他立云 这人 诚然是能够承受 亚伯拉罕所有产业的厚死 亚伯拉罕家庭中 发生的这段历史 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上帝正是借此 小遇全人类 现如今 怎样才能成为 应许的子孙 怎样才能成为 像以撒一样 得救的后死 因此 我们必须要成为 像以撒一样的人 要想成为 像以撒那样的人 我们必须要有谁呢 必须要有母亲 以利一谢的父亲和母亲 都不是自主的 都是仆人 因此被淘汰 以什玛利 虽然父亲是自主的 母亲却是仆人 因此被淘汰 因为以撒的父亲是自主的 母亲也是自主的 所以上帝将 亚伯拉罕的所有产业 应许给了以撒 在当时的以色列 存在长子继承制度 长子可以继承 父亲的所有产业 按年龄来看 以什玛利是哥哥 比以撒大十四岁 因此所有产业 礼当要留给以什玛利 上帝却说 他不能成为后子 唯独允许以撒成为后子 凭着父亲的血统 以什玛利和以撒 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以什玛利的母亲是仆人 以撒的母亲是自主之人 这是非常大的差异 最终 能继承亚伯拉罕家庭产业的 决定性要素 就是母亲 亚伯拉罕预表为上帝 因此 若没有母亲的存在 我们断然无法继承 上帝的产业 无法成为应许的儿女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我们要充分思考这句话语 我们为什么要 如同以撒一样才行呢 要想成为像以撒一样的立场 究竟谁要成为我们的母亲呢 经上说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假如不存在我们灵魂的母亲 天上母亲 我们能不能成为 如同以撒一样应许的儿女呢 绝对无法成为应许的儿女 那么 现今 多如海边的沙一般 有许许多多 自称相信上帝的人 但是 由于他们不相信自主的天上母亲 他们因此 绝对无法成为 如同以撒一样的应许的儿女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九章七节话语 看九章七节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上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上帝的儿女 唯独怎样的儿女呢 那应许的儿女 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继续查看十一章的话语 看罗马书十一章三节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上帝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取析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简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罗马书九章七节中说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上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八节还小于我们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上帝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继续查看二十七节 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话语 以赛亚指着 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只有谁才能得救呢 得救的不过是 剩下的余数 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 剩下的余数 但在罗马书十一章四节记录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取袭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简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罗马书九章中 一直在讲解 有关应许的子孙的内容 最终在十一章说 应许的儿女 就是所留的余数 根据使徒约翰 所记录的启示 这些所留的余数 就是妇人其余的儿女 看《奇事录》十二章 十七节话语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怎样的儿女呢 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 是拥有什么特征的人呢 就是那守上帝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亚伯拉罕家庭的应许的子孙 应许的子孙 就是所留的余数 而所留的余数 就是妇人其余的儿女 这些内容都是相互连接的 要想成为 如同以撒一样应许的儿女 我们必须有谁呢 必须有母亲上帝 经上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少数 得救的是怎样的人呢 所留的余数 即是应许的儿女们 这些应许的儿女又是谁呢 在《奇事录》十二章十七节说 就是妇人其余的儿女 也就是母亲上帝的儿女们 圣经小于我们 这世上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人 但最终能够进入得救的行列的 只有母亲的儿女们 我们 一定要铭记圣灵和心腹 即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为了拯救我们 不顾自身安危 来到这地球上 在十字架上牺牲 背负了我们的罪 抛弃天上的荣耀宝座 穿上肉身之衣 来到罪人的世界 倾注所有热忱 拯救儿女们 多明白圣经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灵 要时常归向上帝 不是吗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会发生许多事情 但是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恩赐我们确实和 有保障的救恩的应许 以及引导我们 遵守上帝的诫命 又给我们 印上了妇人其余的儿女 和天国后子的印 即便这样 在我们的心中 如果仍旧没有充满喜悦 快乐 幸福 激动 这意味着 我们只是用嘴唇说爱上帝 却没能真正尽心尽意爱上帝 如果与真正相爱的人 一同行走在这条福音之路上 必然会每天充满喜悦 希望我们再次回顾自身 上帝如此深爱我们 而我们又多爱上帝呢 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领受 父亲母亲赐予的祝福 恩典与爱 从现在起 我们也要深爱上帝 每天度过着 充满幸福的信仰生活 我们务必要铭记 此时此刻 在我身边有谁呢 有相爱的上帝 与我同在 希望我们 借此时间 向时常与我们同在的 父亲母亲 真诚地献上荣耀和赞美 愿各位在此话语中得到恩典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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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